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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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派出所一直坚称不认识那个女子 使女子先用钥匙打了她的头 她本能还手 两人才撕打起来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光天化日 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冲突 但是现在只有男子的一面之词 女子被送到医院后慢慢清醒过来 对于被打的原因 她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你现在这里伤势怎么样 这里 好 鼻子 眼睛 身上还有吗 哪里 没有 就是头 拿瓶子 拿瓶子打你 你也知道一个人 在殴打树上 身体的反应和思维会辞缓的 是不怎么想说话的 被打女子昏迷了一天才醒过来 她身上并没有任何身份证件 没人知道她的身份 尽管警察一再询问 她却只是言语不清 就是对应了 他这样的时候去你去 现在这是给他打的 就是弄营养症 只比交流无果 警察怀疑她是聋哑人 于是便邀请了口语老师来到了医院 你被谁打了 你看得懂吗 看懂吗 你看得懂吗 这名被殴打的女子是个哑女 是不会说谎的 只是说是肢体语言 从我跟她的沟通 就是我感觉到她是应该没有 经过专业的手语学习 可能读书也没有怎么 到正规的一个学校里面读书过 但是一些基本的聋人的表达 还是通过我们专业的老师的话 还是能跟她沟通得了的 这果然是个聋哑女子 她不会说话 也不认识字 而且交流过程中 女子一再陷入青毒昏迷 老板 你好 我是心灵派出所的 什么瓶 那个豆奶瓶 那是吗 她拿这个钥匙 她会有钥匙 有钥匙吗 原来拿了钥匙 直接说那个男的头肋 额头肋 他们之前应该是一种 有纠纷的 据这些目击者称 当时这男的是坐在这里吃东西 那么那女的就突然冲了过来 然后并拿从兜里掏出了 包括钥匙 对着那男的脸上 就进行了一个殴打 随后那个男的也是 拿起了这个豆奶瓶 就砸 商街上群众的反应是 这名聋哑女子 近半年时间经常在附近出没 事发当天下午 一个目击证人 自愿来到派出所反映情况 女子经常拿烟去 卖的时候 因为找零钱的时候 就跟那个中年男子 已经发生了矛盾了 好几次 借了好几次了 炒了好几次了 这个男子是附近商区的商贩 他反映 前不久在附近的一家棋牌室 该名女子曾经像一名顾客 也就是打人的唐某 推销香烟 唐某在买烟之后 两个人因为找零的事情 发生过分歧 曾经产生过尸体冲突 他说要占到便宜 不要手多少多少脚 又想怎么样这样子 他不允许的 他哪有点 你知道是谁 为什么打你 为什么呢 看一下 为了钱 那个人没给他钱 扯他头发 他被人家打成 比较要受伤的样子 被打几日后 女子的伤口已经拆现 问及受伤的原因 他脸上再次表现出愤怒 他在纸上写下了数字 这代表那名男子欠他的钱 也就是他和那名男子 产生冲突的原因 参考女子的陈述 和多名证人证言 打人的男子被处以 十日行政拘留 从这么远来到这里呢 你怎么来到这呢 来 写一下 好的 写一下 写一下 这个 钱是他自己 对的 问及女子的家人和来历 她用手来回笔画 在手语老师的耐心引导下 原本不会写字的她 用涂鸦的方式 在纸上画下了两个字 像是墨琴 警察在户籍网进行过搜索 遗憾的是 并没有发现 关于墨琴的信息 因为他当时头部有手张 我们没有办法 这种人的比对系统 他提供信息提供 不久后 这个姑且被叫做墨琴的女子 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按照刑法规定 施暴者唐某 涉嫌故意伤害罪 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同时受害者还可以提出民事赔偿的警求 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到了检察院 因为一直查不清被打女子的身份 警方就暂时把她安置到了南宁的福利院里 她的床铺 在福利院收拾得整整齐齐 护理员说 她平时吃饭的口味偏重 感觉不像是本地人 每天傍晚 她喜欢一个人 拿着一张老旧的照片 在走廊发呆 墨琴的这张照片看上去很有年代感 照片中 右边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就是她小时候的样子 旁边的似乎是她的家人 她向工作人员展示照片之后 又画下了一座房子 歪歪扭扭地似乎又写下了两个字 有一个字像个舟字 除了这些幼稚的笔画 墨琴对自己的身世已不能表达更多 神秘男子现身福利院 她喜欢清那家的 她所有我们知道她是清那家的身份 无声世界渐渐被接力 雅妹很勤快的 她来到这里你放心吧 雅妹回家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十年前都认识了 经验状态可以 因为她龙雅 正常人但是她不愿意地置 半流浪 因为她有时候就有些好心仙 就给她点生活费 帮人家捶捶费 那些在吵完广场 她朋友就下去帮饭店做下工 做下杂活就给她提住这样子 这个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姓诗 她是突然出现在福利院里的 她告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墨琴就是这个聋哑女子的名字 很多年前 她曾经是墨琴的朋友 两人有过短暂的交往 她是墨琴在南宁认识的 为数不多的人 她是一路打听着自己找来的 我了解她 她经常拿她的照片给我看 给我们看 但是她也无法表达 她扎了自己 因为她不识记 没有文化 也许她的人都说 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她 一个聋哑人 而且性格又蛮什么 也蛮开朗 很多人也跟她 别帮助她 八郎阿姨她也跟我讲 雅妹很勤快的 她来到这里 你放心吧 对朋友 对我的朋友也好 对她的朋友也好 就是我们在南宁市这里的话 起码都有十个者要 都跟雅妹有一定的感情 都很关心 都问我 这个雅妹现在怎么样啊 都在问 那平时她在这住啊 在这里啊 她自己加了一个小手进去 自己加个锁 加个小手进去 她对她 她都没有拿她就拿回去了 她都没有拿急收拾 南宁市一个外地人聚集区的一间小房子 曾经是雅妹莫勤的其身之处 因为莫勤身体残疾 这些年来 师先生和几个朋友经常接近她的生活 一年前莫勤丢了工作 那个时候这间房子是师先生 以一个月150元的价格帮莫勤租下的 他也从来不知道莫勤心里那个无声的世界里究竟是怎样的景象 他唯一知道的是 这个女人很想家 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商业街附近遭人暴打至面部多处受伤 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 看到这条新闻让广泛的去传播 希望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也能够通过看到我们节目之后 然后来给予她的帮助 这以后在师先生和志愿者的帮助下 雅妹莫勤被当地媒体关注 很多人都知道了她的故事 谁也没想到一个打架事件牵出了一个流浪者的故事 帮助过莫勤的人都期待着媒体关注之后 能有她家人的消息 其实就在这条新闻播出一个月前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就曾经接到过一个求助者的信息 对方称她家有一个浓雅的外甥女 十多年前走丢了 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生命至上 我们南亚围警局专门成立了销镇与寻亲工作室 我们成立寻亲工作室的宗旨啊 就是大爱无疆 我也不知 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我们的劳动 通过我们这种指尖上这种服务 让这些失散的家庭 让这些失散亲人得到团聚 肖振宇是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的警察 四年来 经过他的努力 全国几百个家庭圆了团圆梦 肖振宇寻亲工作室 依托平安南阳公众号 建立了网上寻亲信息 登记发布平台 把传统的线下业务转移到了线上 他接到的求助案例 启何倍数的增长 夏末秋初是吧 是2008年 2008年 然后这个样子 就是我的一个平家 从他门前 他门前有一个小河堤 河堤就是上面是个小电道 他就只能从那个便当上 就给他公安导那个照顾 啊 属于都会 2020年10月 一个湖北省隋州市的寻亲者 在平台上输入了寻亲信息 发布信息的人叫傅金平 他要找的人 是他家丢失了12年的 聋哑外甥女刘二 她叫刘二是吧 她身高有多高 刘二 1980年10月出生 聋哑人 身高1米56左右 失踪的那年 他已经28岁了 2008年的夏末 他离开了村子之后 便再也没有回去 事发那年 刘二虽然已经20多岁 但他从小根本就没有出过远门 又因为聋哑的缘故 家人猜想 他自己离开家的几率是很小的 有人一直怀疑 刘二是被他的小叔和小婶 拐卖到了外地 由于他提供这个信息量很少 我们就根据他这个照片 年龄 这些信息 在全国范围里进行搜寻 通过公安系统人口查询 萧警官并没有查找到 关于刘二的匹配信息 但他为失踪者建立了档案 把亲人DNA存档 刘二的信息也就被录入了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 模糊自尽 暗藏着隐秘信息 向阁千里 胳膊端骨肉相亲 是吧 我要转胖了一点 转胖了是吧 有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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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妹回家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之前采访报道过很多宝贝回家的案例 所以说就认识了张宝燕大姐 加了她的微信 在16号中午12点的时候 张宝燕大姐就发了一个截图给我 这张截图就是南国金报一个视频的截图 这个女子她现在流浪在外没有家 想帮她找到亲人 王思杰记者就把这个龙养妇女的一个很清楚的照片发给我 她又把她当时的一些信息也发给了我 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她说确确实实 这个女的呢 就说是哪的人 自己也说不明白 也找不着亲人 现在呢 他们给送到福利院了 当时呢 肖镇宇警官正好在线 他马上就接了这个 他这个提供的手机号码 经过我们核实 这个手机号码 是这个龙养妇之前用过的一个手机号码 然后他又写了两个字 两个字看过来看过去 就是不明白他写的什么意思 这个字 第二个字有点像个三 或者像个粥啊 现在是弄不清 对他的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经过宝贝回家 寻清平台张宝燕的牵线搭桥 南洋市官局 肖镇宇警官迅速介入了案件 根据南宁方面提供的有线信息 肖警官在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中 开始了信息弊对 他将在自己工作室登记的 十多个龙养人进行了重点筛查 通过他这个照片 我们发现 有一个湖北级的 那个龙亚女 失踪到龙亚女 与照片中的 这个流浪女高度一致 肖警官口中的湖北级失踪人员 就是傅金平想要找的 那个外甥女刘二 当时信息显示 在南宁福利院的末勤 大概十多年前到达的南宁 而湖北随州的刘二 是2008年失踪的 失踪时间相符 从照片上来看 两个人的面部轮廓也相似 一定在南宁流浪了十多年 这一点 这个时间上 留二的到达家 失踪的时间 还是比较一致的 她的这个脚不好 走不了 她的肩膀 她的肩膀 因为农村种田嘛 需要在山上弄些木头 做那个石滚架 被那个大这么臭的树童子的时候 把她的腰打蛋了 骨头不折了 腰椎 倒片 她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她的肌肉退有残疾 是个残疾人 后来我们经过了解 就是她的肌肉确实是个残疾 通过这些我们基本确定 就是她是鸟儿如意的 年龄 家庭成员 失踪时间 这几个重要因素 逐一确认之后 萧警官把南宁 雅妹莫勤的生活 录制了短视频 发给了湖北隋州的傅金平 他同龄刚出 刚立家的时候 肯定是有这个有变化的 你看一下 好 你看是不是这个 是吗 好像长胖了一点 长胖了是吗 是 是 是她吗 看到没这 这是你儿子的照片 还认识吗 这还有一个 我们一起来经理回家 经理跟我一起回家 当日 福利院的莫勤 也收到了湖北隋州 发来的视频 我才盖上去啊 视察天呐 你们不能拍 爸爸妈妈 还算是来拜妈妈 拜妈妈 等一下 今天是一个人意见了 想不想 想见吧 2021年2月9日 马上就是农历新年了 傅金平夫妇和刘二的弟弟 从隋州出发了 他们的目的地是广西南宁 刘二的骑身处 福利院 途中一行三人路过隋州火车站 后来他们也才得知 雅妹刘二画下的字迹中 那两个字竟然就是隋州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 所以只是宁心地偶尔回来一趟 但是但是我每次回来 看到我妈都特别伤心 每次回来都看 特别伤心 就是说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十二年的 这个亲人可以与我们谈取 也就是说 看到说起来 有二十多岁 看到就是一二十岁的样子 那能拿那儿 没想没想过 他现在十多年没见 也想这样 他长得什么 现在真的想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河南 湖北 吉林 跨地狱的爱心接力 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 众人成全了一个流浪者的回家梦 但这故事还没结束 刘二的亲人傅金平当年报案的时候 一直怀疑外甥女士被自家的亲戚拐卖了 刘二当年到底是怎么离开家的 又怎么会出现在遥远的南宁呢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感谢收看《进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样式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